我们现在呢是数据结构与算法第十二章高级数据结构第二个课时的学习 那我们这个课呢就快完成了 那我们上堂课呢是讲了一下TRI结构和PATRESA结构 而且呢对于这个BST的一些改进呢 我们首先讨论了BEST BST也就是最佳二叉手术 那我们这堂课的内容呢就是这里面的红色的内容 最主要的就是ABL数我们一开始就讲ABL数 然后呢我们介绍一下伸展数 伸展数呢实际上跟ABL数很类似 但是呢它是一种自组织线性结构 这种自组织的思想呢对我们学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还会再补充一点 最后呢我们可能会简单的介绍一下空间数据结构 还有那个决策数和博弈数这两种决策结构 实际上博弈数它实际上也是用来做决策分析的 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ABL数 那ABL数呢在很多地方都是叫做平衡的二叉手术数 当然它也以这个结构的发明者 他们的这个信的这样的前面的一个字母来组成叫做ABL数 所以我们实际上ABL数比这个平衡的二叉手术数更有名 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呢它是一种平衡的数据结构 那我们同学回顾一下在我们以前所学过的数据结构里面 哪一种数据结构是平衡的 哪一种 有没有平衡的 有是哪个 B数对吧 B数它就是平衡的 那么所谓平衡的话呢 也就是说当它插入删除以后呢 它不会说因为你这个插入删除的这个随机性 而使得它这个性能下降 比如说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的BST数 如果你是顺序的这样的插入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就会退化成为这样的一个线性结构 就是都是这个诱链的 对吧 那么如果你插入的比较随机 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结构 最好的情况下呢 是log n 的高度 那这是我们所期望的这样的性能 当然你如果是从大范围来平均来看呢 应该是大部分BST呢 在随机情况下 基本上能达到log n 的这种性能 但是在某一些极端的数据输入情况下呢 它有可能变成了最坏的情况 也就是线性化了 什么到 n 的这样的性能 那我们怎么样使得我们这个BST 它能够始终保持这样的log n 的这样的性能 而且呢 它的插入删除操作呢 不需要经过特别剧烈的这种调整 那我们什么叫特别剧烈的调整呢 我们有的同学当碰到这个 ABL 题 它不会做的时候 那它就干脆怎么样 把这些 这些关键码给它排下去 排下去以后呢 它用那个 Binary Search 的这种方法 对吧 然后把中间的取出来作为根 然后在左边右边左边右边 它这样摆 你说它摆出来的算不算 ABL 数呢 应该说是算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决策数 对吧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 Binary Search 它的这么一个决策数 但是呢 如果你每次都要这样的重新来构造这个 BST 的话呢 那它的这个性能肯定是不太好的 那我们能不能够稍微调整这样的超乎删除算法 使得这个 BST 呢 始终保持到个 M 这样的高度 那性能呢 就保持的比较好 那么这几个人呢 他们发明了 ABL 数 对吧 那么这个数呢 它是一种平衡的 BST 那它这个平衡呢 它其中有一个特别的特点 就是说 这个任何节点的左指数和右指数的高度呢 相差 最多是 1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右边这个数是不是 BST 对底下这个 是不是 BST 你如果对自己怀疑的话 那你就一个一个节点来检查 那首先这些叶节点它应该是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内部节点就这一个 它应该是 对吧 还有一个根节点 对吧 根节点也是一种特殊的内部节点 你看它的左指数高度 假设这里我们算是高度为 2 右指数高度为 1 那它是一个 ABL 数 那么 ABL 数呢 它的定义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 最主要的是 它的这个任何一个节点的左右指数呢 它本身是 ABL 数的前提下 而且呢 这个左右指数 它们的高度相差呢 是小于等于 1 就是说它可以是 1 但是不能再超过是等于 2 的情况了 好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边界的性质 对吧 就是说 ABL 数可以是空 然后它的高度的话是 log N 级的 对吧 那么最主要的其实是 这最底下 这是它的关键的定义 当然你这里其实如果要包括这种空的情况 你这里还应该加一个 ABL 数可以是空数 如果它不空的情况下 那它的这个左右指数也是 ABL 数 而且它们这左右指数的高度相差呢 是小于等于 1 好 那这里呢 画的都是 ABL 数 大家看 我们这里的 ABL 数 它有什么性质 它有什么性质 它这个性质的话呢 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它都是零界 ABL 数 也就是说我们再加一个节点的话呢 它就不是最省的情况 也就是说我在用最少的节点 构造出来的最高的 ABL 数 实际上是这样的零界性质 这个性质呢 在我们后面分析 ABL 数的算法性能的时候呢 它有一定的用处 那么 ABL 数呢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做平衡因子 对于每一个节点呢 我们都有这么一个平衡因子 它这个平衡因子呢 我们定义为 这个节点它右指数的高度 减去左指数的高度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这里有个减 所以你这个高度的定义呢 我们都不是特别在乎 对吧 你高度是对于读根节点 你高度认为是一 或者是读根节点 你高度认为是零 对吧 这个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就比较在乎 但是这里因为是一个 差数的这个关系 所以呢 我们不是特别在乎 这个高度定义 对吧 当然我们在这里 我们很多情况下 我们认为读根的节点 它高度是一 这样我们统一下认识 那么这样定义以后呢 在 ABL 数里面 任何一个节点 它的这个平衡因子啊 都有一个取值 这个取值呢 只能是这三种值之一 也就是零 一和负一 我们看这个 ABL 数 就是这个情况 对吧 那么这个数呢 它是一个平衡的 对吧 确实是 ABL 数 那么如果是说 给你一串这个关键码 让你去建这么一个 ABL 数 大家应该怎么建 当然最省的情况 就是说你把它先排序 然后用这样的 二分检索的顺序 对吧 先确定根 然后再确定左指数的根 右指数的根 这样地规的确定下去 对吧 但是呢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我们很多情况下呢 我之所以要用 ABL 数 就因为我这个结构啊 是比较动态的 我经常有插入和删除操作 因此呢 我要使得 每次插入和删除之后呢 我用比较小的代价 来重新调节这个 BST 然后呢 使得它还是一个 ABL 数 那么插入的情况怎么办 那如果原来整个就是平衡了 那么现在呢 只是左边稍微重一点 右边稍微重一点 对吧 这两种情况之一 那这都没关系 我们只要调节一下 这个平衡因子 就又成为平衡的了 另外一种情况下呢 原来呢 是左边重 然后呢 我现在插入的时候 塞到右边来了 使得右边加高了 那这种情况下 正好就平衡了 所以呢 关系也不大 最麻烦的情况就是说 我原来呢 是左重的 或者是右重的 我现在呢 又加到重的那一边去 这样的情况呢 就导致了这种 不平衡的出现 那对于这样的节点呢 我们叫危机节点 那么这个危机节点 是不是它的范围很广 涉及到整个这个BST 那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 其实涉及面不是那么广 比如说我们给一个简单的例子 原来这个数呢 我们是上面这个结构 现在我加入了17以后 大家来看 如果我们要调整的话 调整哪个局部 那么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它是插入在这个根的右边 那很显然 我们这个左边呢 最好不参与操作 是比较好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个插入了以后 离这个17 最近的那样一个 它现在是失衡的节点 是哪一个 是12这个节点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把这个12这个节点 调整了以后 是不是就能够平衡了 那么我们这个调整的话呢 我们实际上是一个RR形的调整 那么这个调整呢 完了以后呢 就是说把这个15当作子根 然后呢 左边是12 右边是17 这样就平衡了 好 大家看 这里呢 它有一个性质 那我原来在调整之前 我这个指数12 它的这个高度 我们看 我们假设它原来这个高度是2 对不对 那么调整后呢 这个新的指数高度是多少 还是2 那意味着什么 既然你原来输入的是一个ABL数 那么原来的话呢 这个在这个10这个节点 它的左右 它是平衡的 就是说 它是ABL性质下的平衡 那么你现在插入以后 这个既然节点增加 但是呢 整个指数的高度 没有发生特别大的改变 对吧 还是一样的 那么说明了 从这个根这里来看呢 它是平衡了的 因此呢 我们在后面就要利用到这个性质 也就是说 我们要找的呢 就是我们这里指的12这样的节点 它叫做VG节点 我们把它调整好了以后 别的节点呢 就不用涉及了 尤其是它之上的这些节点 也就是说从它到根的这些节点 都不用调整 当然跟它没有关系的一些旁系节点 比如说像这个左指数这边 也都不需要调整 有这样的性质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假设这个不平衡的情况发生在 插入新节点之后 对吧 那么我们通常情况下 大概怎么来考虑 那一般来说BS7呢 插入节点 我们都是认为插到这个液节点层 对吧 好 那么插入液节点层 根据我们刚才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要找的那个危机节点呢 是离你这个新插入节点最近 而且呢 它既然插入了以后 能够失衡 那么说明它原来的这个平衡因子呢 绝对呢就不是等于零 它肯定是不等于零的 这时候我才有可能导致它危机发生 才可能导致它失衡 对不对 那么这个节点 我们假设编号为A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整个这个新节点 我们假设是S 假设我们插在右边来看 那么A呢 它有几种情况 它的这个平衡因子 有三种情况 一个是负1 一个是正1 一个是零 对吧 那么我们如果是说 它等于负1的情况 你现在是插在这个右边 可能A正好 对吧 有可能它就不会是 那个需要调整了 如果是等于正1 那么因为我新插入节点 还是 它在 右边 那么有可能呢 它就会失衡 就像我们刚才发生的情况 变成了2 它平衡因子变成2以后呢 就需要调整 还有一种情况 这个A 它的平衡因子 等于零 我们大家来看一看 根据你这个A的定义 这种情况 有没有可能存在 你看我们这里说的是 A是离插入节点 最近 而且它平衡因子 绝对值 不等于零的节点 那么根据这种情况呢 这个情况2就不存在 就是说不应该考虑 是不是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在编程序的时候呢 发现了还是要考虑 为什么呢 因为你找的是 你这个新插入节点 最近的 而且说绝对值 不等于零的这个节点 但是 因为你从根 往下面找 对吧 经过这么一个路径 然后找到这个S 对吧 就插入这个S的位置 那么你保留的呢 实际上就是说 从根到S 这样一个 离S最近的 而且它的这个平衡因子 绝对是不等于零的 这个节点 对不对 假设你整个这条路径上头 它的平衡因子 都等于零 按照算法来说 我们可能保留的这个 就是根 明白我意思吧 这个呢 是在一个非地规的算法里面 你就要考虑这个 我在后面补充了一个 非地规的算法 那是在98年 交97级的时候 我自己写的 那我们这教材上的呢 是写的一个地规的算法 这个地规的算法呢 像这些问题就比较好办法一些 对吧 那么我们在讲BST的 这样的插入删除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 如果你写地规算法呢 其实情况比较简单一些 你写非地规的算法 它反而要考虑的情况多一些 因为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 我们说A可以是根的情况 那么我们再用简单的例子 再来看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这个是最简单的情况 也就是说 我们所找到的这个A 对吧 它是这样的比较简单的情况 我们不把它看得离根特别的近 然后离这个S呢 特别远的情况 我们就考虑的是最简单的情况 好 因为我们说 它是一个平衡因子 不等于零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那么假设它这个平衡因子 是等于负一 也就是说 原来呢 这个A呢 它有一个这个 左指节点 这个左指节点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叶 你要是说 还是个左指数 再高起来 那肯定不行 那A原来就失衡了 对不对 因此呢 它就是一个 带着左叶节点的 这么一个简单的节点 然后呢 我新插入到它这个右边 那插入以后呢 就平衡了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对吧 它就平衡了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我们刚才说 如果它是根 那我要考虑一下 如果是 这个A是根 那么插入到这边来以后呢 那么实际上 就要变成 正一 对吧 修改一下 好 还有两种情况呢 是比较麻烦一点的 也就是说 我原来呢 A呢 它的左指数是空的 然后右指数呢 是带着一个叶节点 这个情况 我现在新插入呢 我又是插入到 它的这个右节点的右 那这种情况呢 你可以看到 A呢 它的平衡因子变成了2 对吧 这个B的平衡因子呢 它是变成了正1 那这种情况 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下调整 好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A呢 它原来带着一个右页节点 现在新插入一个新节点以后呢 那么这个新节点呢 是在它这个右页节点的左边 就变成这样一种形状 那么这两种情况呢 都要进行处理 那我们对于BST的性质呢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处理 我们同学可以马上想出来吧 这个ABC并不代表它的值 只是这个节点的标号 这是为了跟我们后面的算法统一的 那你现在这样的情况 你会变成什么样的 假设这个B作为新的树根 A作为左指节点 C作为右指节点 这个是不是保留了他们原来中序周游的性质 原来中序周游是ABC 它现在还是ABC 对不对 那么它还是一个同性质的BST 因为我们这里呢 BST很多情况下可能是用作索引的 那我现在呢 对于这个右边这个指数 我们调整的话呢 你可以看 你要找出它中间这个节点是谁 那么这个中间这个节点呢 是C 然后呢 左边节点是谁 左边节点是A 右边节点是谁 右边节点是B 那么原来中序周游呢 是ACB 这里呢 中序周游还是ACB 好 你可以看到 你这里面有个特别好的性质 是什么 你原来这个指数高度 只有AB的时候 它的指数高度是2 这里呢 也是2 那我经过调整以后 虽然节点增加了 但是呢 它的指数高度 还是保留原来的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A之上的 那些节点都不受影响 它们的平衡因子都不需要改变 这就有很多好处了 我们在后面操作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那这里呢 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个情况 对吧 那么如果是说 你原来呢 是左边中了 我现在呢 是加到右边 那么我这个A呢 就正好平衡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原来呢 它是平衡的 就是说 是平衡因子等于0的 然后呢 我加到右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定是这个A 它自己是根节点 只有这样一种情况 才会是这样 我们在后面讲算法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 A的BF 它原来呢 是正1 那我加到右边以后呢 把它变成了正2 这种情况呢 我只需要 以A为根 来进行有限的调整 就可以把它调整出来 那么这些调整呢 我们实际上是 分为四种类型 那么一种呢 是LL型 LL型呢 实际上就是 左中再左中 LR型呢 就是 左中呢 我再往右边摆 还有一种是 RL型 就是先是R中了 然后我还往 R的这个 右几点的左边去加 那么另外一种呢 是RR型 就这四种类型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两种类型 可能是比较相似的 处理起来也是很类似 中间这两种呢 它们也是比较类似的 好 那我们 这四种情况 我们其实研究 两个典型的结构就行了 对吧 我们比如说研究 LL型 我就不需要研究 RR型了 好 那么我们刚才给的例子呢 是最简单的 就是那个A啊 它底下呢 就是单个的一个业绩点 然后你再来加入新的操作 对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它再推广 也就是说 我让这个A呢 它是某一个内部的一个失衡节点 然后呢 它的这个 左指数呢 是重的 这种情况 好 那么我们看 左指数重了 你可以看 我们实际上呢 可以抽象的来看 比如说我们假设 A的右指数 整体的高度为H 这个你是算得出来的 对不对 那么 这个 A的左指数 它原来呢 就是重了 现在呢 我又给它放到 左边 是什么情况 你看 A的左指数 原来重了 那就是表示什么 原来呢 我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 这里是高度为H 这里呢 高度也为H 那么它的左指数的高度呢 整个加起来 就是H加1 右指数的高度呢 是H 所以原来左边就已经重了 那你现在呢 又给它加到 重了的左边的左边 那么 也就是说 使得这边的 它的左指数的高度呢 现在是H加1 是它的 比较高的这边 再加上这个 B节点本身 就是H加2 然后呢 它的这个右指数高度 还是H没变 那么 这样的话呢 这个 A节点 它呢 就变成了 平衡因子为-2 所以需要对它进行调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它进行调整 我们会需要怎么做 大家可以看 那么其实呢 你可以对这些节点 和指数进行标号 那么这里呢 涉及到的指数 其实只有三颗 对吧 那么我们就给它标号 T1 T2 T3 是不是可以这样 T1 T2 T3 然后我们看 在中序周游下 它的这么一个序 是什么样的 那么会是T1 然后呢 B 然后T2 然后A 然后再T3 是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在原来这个中序周游 底下的顺序 那我现在给它调整以后呢 我就是保持这个序 对吧 然后呢 我的平衡的因子呢 还要比较好 那怎么办 我们看 这里面涉及到的节点 我其实就两个 那我把这个B呢 转一转 给它拿上去 行不行 拿上去 B拿上去以后呢 因为要保持它的中序周游的 原来的这个顺序不变 那A呢 应该转到它的这个 幼子数里面 对吧 A节点转到这 B节点摆到这 那么你可以看 这个B上去以后 然后呢 这个A节点 是这样的这个形式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B的左边 我其实不需要分解 我就怎么样 我直接把这个T1 给它转过来 那么在这个A 它呢 就有两个 对吧 分支 那我需要怎么样呢 我把这个T2呢 挂在A的左边 我把这个T3呢 挂在A的右边 大家看一下 我这转完以后 首先我要保持 它的这个中序周游 性质不变 那么是T1 B T2 A T3 跟我原来这个 没有调整的数 是一样的 中序周游的顺序 好 现在呢 我再来分析它的 这个平衡因子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新章 入这个节点以后呢 这个T1是H加1 那这个T2和T3呢 都是H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指数高度 指数高度的话 这个H加1 再加上这个B 是H加2 对吧 然后呢 这边呢 H 然后再加1 加1 也是H加2 那么 说明什么 这个B的平衡因子 是0 它正好平衡 它的左边是H加1 右边也是H加1 对不对 好 那整个这个指数的高度呢 它的H加1 再加上B这个 这一层 就是H加2 对吧 好 我们再来看A节点 A节点呢 它带着两个高度 为H的指节点 对吧 那么 它的平衡因子 也是0 好 我们再来 看一下 原来的 没有加入 你这个新节点的时候 高度是多少 原来没有加入 新节点的时候 高度呢 正好是S加2 也就是说 加入了一个新节点 然后呢 经过调整 我同时 满足了两个性质 第一 我的中序周游的 这个顺序没改变 第二 我整个调整完了以后的 指数高度没改变 虽然说我指数根变了 我原来是A为根 现在我变成了B为根 但是我只要能满足这个中序周游的性质 谁为根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一个检索的结构 对吧 一个索引的结构 因此呢 这就给我们后面的操作呢 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那我们看呢 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呢 实际上是个单旋转的例子 所谓单旋呢 也就是说 只有两个节点之间发生 那它是针对这个双旋而来的 那么什么叫双旋 我们等会也可以看 好 那么这个所谓单旋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的这个例子呢 实际上呢 我们把这个B的这个左指数 对吧 我们把它看作一个整体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把它看作一个整体了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来进行这样的操作的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个B指数这个整体的话呢 B的这个左指数这个整体的话呢 你看这个高度是什么 是H加1 对不对 我取他们这个C节点的左右指数的最高 而且再加上C节点本身 所以呢 它的这个高度是H加1 跟我们刚才分析的是一样 那么我们这里来看这个旋转 这个旋转呢 虽然把这个C节点给它解剖出来了 扩展出来了 你看 这个旋转之后 C节点有什么改变吗 它参与了什么操作没有 它完全没参与 它还是作为一个整体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C节点 完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所以呢 实际上呢 我们确实是不看这个C 操作完了 就是跟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是一样的 对吧 操作完了以后呢 这个圆的这个数 它的整体高度是H2呢 我们保留不变 只是把数根变了一下 然后呢 这两个涉及到的这个标号的节点呢 它们的平衡因子都变成了0 这样就保持了这个ABL数的这个性能 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 因为你保留这个指数高度不变 所以在这个指数之上的 其他的这些祖先节点都没有参与 对吧 还有它其他的这个旁系分支呢 也都没有参与 参与的呢 其实就是这个危机节点 和它自己的这个左边这个节点 当然你其实还有一些参与的是什么 是你新参入节点 假设我们就插到这边来了 新参入节点 它在这个指数里面 又走了一些弯弯区区的路线 那么这个弯弯区区的路线上头的那些点 现在考一考大家清不清醒 那些点原来没插入之前 它们的平衡因子是多少 清醒吗 原来没有插入这个新节点之前 这个S加1这个指数里面都是0 它们原来的平衡因子都是0 加入这个新节点之后 它们这个路线上的平衡因子都修改成什么 看你插到右边还是插到左边 插到右边就把自己变成加1 插到左边就把自己变成了减1 就一定是这样的 而我们在这里呢 这个B节点本身 它在原来没有插入这个新节点之前 它的平衡因子也是0 那么只有这个A节点 它在没有插入这个新节点之前 它的平衡因子是-1的 插入了以后它变成了-2的 所以我们刚才在前面就讲到过 我找了这个A 是离那个新插入节点最近的 它原来这个平衡因子是不为0的 这个节点 它如果是为0的 那肯定不需要调整 因为为0的话 我往左边加一个 那我就变成-1 往右边加一个呢 我就变成正1 不会需要进行调整 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这个危机节点 需要调整的 对吧 好 那是这样的情况 好 那么R的这个单旋呢 类似我们就不需要看了 那么所谓双旋 它是相对于单旋而来的 其实呢 我一般的跟同学们交代呢 你都不需要去考虑它 是双旋 这样旋下 再旋一下 那样麻烦 其实我们用的技巧呢 就是保持它这个中序不变 你就行了 你先把这个根给找出来 然后呢 再把这些指数呢 给它拎上去就行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谓RL型的 它就是 这个危机节点还是A 然后呢 它原来呢 是右边稍微重一点 但是还是平衡状态 现在呢 我新插入节点呢 是插到了这个右指节点的 左指数里面 到底是插到它的这个 左指数里面的这个 左边还是右边 那么我们这时候呢 就是说 可以看一下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那么不管怎么样 假设我是插到这个 这边来了吧 插到这个T2里面 那么我们也是 除了这个 根到A 这个路线 我们不去理它 然后呢 从A B C 然后呢 再插到这个T2指数 然后 最后 它把自己插进来 S 那么也有个性质 从这个S 到B 这样一条路径上头 的节点 它们原来的 这个平衡因子 都是0 现在新插入以后 因为这个S 是从B的 这个左指数进去的 所以B的 这个平衡因子呢 改成-1 好 那么我现在是认为 它是从 C的右边来的 所以C的平衡因子呢 就改成 正1 那么 这个T1指数的高度呢 就会是 H-1 那么这个T2指数的高度呢 就是H 明白吗 那么 在没有插入之前 没有插入之前呢 它们是这样一个情况 A 它的平衡因子是1 这是A 然后A的指数呢 T0 这里呢 是 H高度 然后呢 这个B节点 它的平衡因子是0 好 然后呢 C节点 它的平衡因子也是0 然后呢 C节点 有两个指数 一个是T1指数 T1指数呢 它的高度呢 是H-1 那么 它的这个 T2指数呢 它的高度呢 也是H-1 原来是这样一个情况 明白吗 那么 那么 这是没有插入之前 没有插入之前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 数高 数高是多少 那么我们看 这个分支的话 这个是H-1 然后加上这里是 就是H 然后再加1 加1 是H加2 这里呢 也是H加2 对 那它原来整个 这个以A为根的 这个指数 它的高度是H加2 明白吗 明白吗 这是原来的这个 没有插入之前 因为我们有一个性质 你这个A节点 它是第一个 它的原来平衡因子 不等于0的 这个 那么从A往下 到你这个新插入 节点S 其他的 它的平衡因子 原来都是0 好 那么 新插入了这一个 S之后 S是插到右边 那么 这时候呢 这个 C指数的 这个高度呢 它一定是 变高了 1 一定变高了 1 明白吧 那么 再往上面呢 这个B指数高度 显然也变成1 这个A指数高度 也变成1 那么 整个这个 新的指数呢 变成了H加3 这H加3 还没问题 问题就是说 你这个 A的平衡因子 变成了2 它不平衡了 因此呢 需要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那这个调整呢 那我们跟刚才 那个单旋来学一学 就是说 我这两个转一下 我这个局部 就是说 B和C 这个局部 我来转一转 那我转一下以后呢 大家知道 那显然是 把C放在 这边作为 A的右指数 B呢 作为 C的 右指数 这样就是对了 但是这样调完以后呢 还是不够 还是不平衡 那么 人们呢 再转一次 就是转两次 转两次以后呢 就是 C跟A呢 再转一下 它就变成了C 然后 A B 这样的结构 这样结构呢 你可以看到 CB 他们还是保留了 呃 原来的这个性质 原性质是 呃 中续周游的话 英文是 A C B 那么现在呢 中续周游也是 A C B 好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你怎么去挂接 这些 指数 怎么挂接 这个指数呢 我们现在这里标了号的 有名有性的指数呢 有四个 那么 你要保持 原来这个 呃 周游的性质呢 那么T0呢 显然是 挂在A的这个左边 呃 作为A的左指数 然后呢 这个T1呢 挂在A的右边 作为A的右指数 然后呢 这个T2 挂在B的左边 T3 挂在B的右边 我们这么来挂 正好是 从左到右 对吧 那你现在呢 要看的一点 就是说 你原来 这些指数的周游性质 跟你现在新调整的 是不是一致 那我们看一下 原来是T0 然后呢 A 然后呢 是T1 C 然后T2 B T3 对吧 那现在你这样挂完以后呢 啊 是不是一样呢 你看 T0 A T1 C T2 B T3 是一样的 就已经保证了这样一个 中序周游的大的性质 好 现在呢 我就是要看一个 你这么挂完以后 它的平衡因子 有没有改善 因为我们没这么挂之前呢 平衡因子已经是 没办法满足ABL的性质 好 那我现在来看一看 这个T0指数没变化 我原来是H 现在还是H 然后呢 我们假设 这个新界点是插到C的 右指数T2里面的 因此呢 这个T1的高度呢 是H-1 是H-1 那么 这个T2的高度呢 它新加入一个节点以后 它使得这个数整体变高 是H 那么B的高度的话呢 原来是H 现在还是H 那这种情况 我们来看平衡因子 那么B的平衡因子呢 是0 没问题 然后呢 这个A 它的平衡因子呢 是变成什么 它的左边稍微重一点点 但是还是平衡 是-1 对吧 然后我来看AB指数高度 AB指数高度 这个是H加1 左边 B指数呢 是什么 也是H加1 怎么样啊 这个C指数呢 它的高度是多少 左边是H加1 右边是H加1 所以C指数 它的这个平衡因子 变成了0 它是平衡的了 它是平衡的了 C指数平衡 那A指数和B指数 是不是平衡呢 它们也还在平衡的范围之内 它们不是危机的了 明白这个过程吧 那么 刚才我们是假设 这个新的指节点 是加到C的右指数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加到C的左指数 如果加到C的左指数是类似的 只是呢 A和B的平衡因子要调整一下 就是要变一下 那么实际上的结果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情况 对吧 那么如果是A的平衡因子 最后调整完了以后是变成了负1 那么B的呢 就是0 如果A的是0 那么这个B指数呢 就是正1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看 它是加到C指数的 左边还是右边 那么 A的这个平衡因子 变成负1的情况 这个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就是说 表示加在C的这个右指数里面的情况 会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 这种时候呢 B的平衡因子就是0 如果是加到C的这个左边 那么这个A呢 它就会变成平衡因子是0 然后呢 B呢 平衡因子变成正1 这是两种不同情况 都是这个RL型旋转要考虑的 对吧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这个保持中续周游的 这样的性质 我们这里头就不需要再看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个旋转运算 它们的实质 这个实质呢 首先呢 我们要保证BST的中续周游性质 这是本质 然后呢 就是说我在旋转处理过程中 我尽量设计比较少的节点 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数据结构运算的思想 在我们设计一种新的数据结构的时候 它的一次的这个简单插入或者一次的简单删除操作 你最好涉及到的这些节点呢 比较的少 就比较局部化 不要把整体这个数据结构全都要全盘的来重运算一遍 或者是重新找一遍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会很糟糕 对吧 我们要全盘来看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只有一些 比如说需要进行周游 需要通盘的看一些这个数据结构的整体性质情况 我们才能那么处理 简单的插入删除我们不需要弄特别多的这些节点参与 还有一个呢 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的LL型和RL型 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那他们这个新的指数高度呢 跟原来插入新节点之前呢 是一样的 因此呢 它在这个祖先节点上面呢 是不需要动的 那么只需要动这个V级节点到新插入节点 这个路径上头的这些平衡因子 以及V级节点 跟它底下的这个 涉及到的少数几个子节点 他们这个指数的结构进行局部的调整 好 那么 我们这个例子呢 是给的比较好的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 要调整的情况都涉及进来了 这实际上原来是 也是考研题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以这样的顺序来插入这些关键码 得到这么一颗ABL数 那么我来插入之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 在插入到COPY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它就已经是不平衡 这个不平衡是什么形式的 V级节点是哪个 V级节点是COP这个节点 那么它的这个不平衡呢 是L在R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给它调整以后 是这样的形式 而且平衡因子都是0了 好 接着呢 再插入两个节点 插到这个HI的时候 那么插到HI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不平衡呢 它的这个V级节点是这个 V级节点特别关键 我们有的同学有时候找不到这个V级节点 找不准 那么你找到这个V级节点之后呢 你再来看 这个就是RL这个形式的 那我经过RL的旋转 那么就调整成为这样的新的结构 好 接着我们再插入 插入这个HIS之后 我们同学来看一下 这个V级节点是哪一个 这个RL旋转呢 就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它的这个V级节点是COP这个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我们如果是加入HIA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 这时候你也要看清楚 这时候是这个HIT作为一个V级节点 然后呢 把这个V级节点你看完以后呢 你再看 它是左纵在左纵的 所以是一个LL旋转 就是比较简单的完成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么 对于这个ABL数 他们的这个BST来说呢 它的这个ADT来说呢 ABL数的ADT呢 它实际上跟BST是很类似 基本上是差不多 但是呢 它要加一个什么 它首先要加这个平衡因子 你可以看到 那我们在后面 是作为那个private的这样的平衡因子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它的这个几种旋转 是作为这个内部的这个操作 然后其他的这些真三茶改呢 是类似的 当然因为我们这个ABL数的删除算法比较特殊 所以我们加了这么一个 Remove这个LeftMose 实际上在我们的BST里面呢 也有类似的 就是我们用这个最左里面的这个元素来替代 那么 定义完这个ADT结构以后呢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插入算法 那这个插入算法呢 我们同学可以看到 首先呢 这是一个地规的算法 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看一个非地规的 那么地规的算法呢 我首先呢 就是说 对于我这个 当前的这个子根来说 我们假设它是RP 那么当前这个Value 我跟你要新插入的 这个Value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Value 跟它要新插入这个Value 进行比较 如果是新插入的这个Value 小于我这个当前根的这个Value 那我就是插入到左边 对吧 插入这个左边的话呢 如果RP 它本身这个左边是正好是空位以带 对吧 那么就可以直接的插到这个RP的这个左边 那么这时候呢 需要诱出一个节点 然后呢 然后我们把这个新诱出的节点呢 给挂到RP的左边 对吧 左子节点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这个不是一个空的这个情况 那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需要地规的去调用这个插入函数 插到我们这个RP的左子数里面 这是一个地规调用 那么这个地规调用呢 它有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呢 其实是表示它的这个数高 是不是增高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如果是插入以后 这个指数没有增高 那么就表示什么 表示我整个这个指数呢 我没有改变这个数高 那么我就直接的返回0 给上一级 好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要落到这个底下来了 对不对 那么落到这个衣服 这个底下的情况呢 是什么样 那么这个情况的话 一种是我们刚才 是直接插入到这个RP的左边 这个我们没有return 所以呢 它会落到这里来 对不对 还有一种呢 就是数高增高了的情况 我们也会落到下面这个衣服 这个地方来 对吧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左边呢 它就是失衡 我们可能需要进行这个平衡处理 对不对 那么我们首先呢 就来看一下 这个RP 它的这个 Left PDR 的这个 BF 是不是小于0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 这个是RP 那么它数高 还增高了 对吧 那么 它的这个 左边的 这个Left 这个 Point 对吧 它的这个 BF呢 还是小于0 那表示什么 这边是 增高了 然后呢 它还增在这个 左边 这个情况 那么就表示的是 这样一个 LL型 那我就需要进行一个 LL型的 这个旋转处理 对吧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是 落到这么一个 LR型的 这么一个 旋转处理 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呢 是 左指数里面的 右指数 就是这么一个 LR型的旋转处理 因为你是进行了 旋转处理 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这两种旋转处理呢 它这个 这个指数的 数高 它是没有增加的 所以呢 我们是Return 0 告诉上层说 我这个指数 数高呢 是没有增加的 对吧 否则呢 就会落到这里 落到这里 是什么情况 就是说 这个 这个RP 它的BF 是等于0 或者是 等于 正1 的情况 那么 什么情况下 这个RP 是等于 0 也就是RP的 这个BF 是等于0 什么情况下 RP的BF 等于 正1 你可以看 RP的BF 对吧 那么 这个RP的 这个BF 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那么 这个呢 是它原来 等于-1的情况 我们现在是插入到 RP的左边 对吧 这个是处理过了 那么 ELSE 是不是 就是这个 ELSE 就是RP的 它的 BF 它是等于 0 或者是正1 对吧 因为我们就没有 进入到这个 EVE里面 我们没有 从这里面 Return出去 所以就落到 后面 这个情况 那么 落到这个情况 的情况下呢 那因为是 它的这个树高 是改变了的 那么 我们需要 把它这个 BF呢 都给它 减减 也就是表示 这时候 左边加重了 所以 对原来BF 等于0的情况呢 我们这个 新修改以后 BF等于-1 原来BF等于 正1的情况呢 它弄完以后 它正好是 两边相等 就修改成为0 那么 这个else呢 是对于 右半哪的情况 对吧 就是 我这个新节点 插入到这个 右边的时候 就跟刚才 我们插入到 左边呢 是对称的 进行一个处理 对不对 好 那么 我们 看完了 整个这个 插入的 操作 它是一个 地规的操作 那我们看 其中 它有一段 LL单弦 和 那个RL单弦 RL双弦 我们来 看一下 那么对于 LL的 这个单弦呢 我们这里 给的几个指针 这几个指针 变量呢 我们还正好 给的是 跟我们这个图示 类似的 这样的变量 那么 首先呢 我们认为 这个 Z指节点 它实际上就是 我们那个图示 里面的A节点 然后 这个 因为是LL旋转 所以我们关心的是 A 它的左边 那么 A的左边 这个节点呢 我们让它等于B 然后 这个B 它的 左节点和右节点 我们其实是不关心它了 我们前面看到了 对吧 对于LL型呢 我们就关心A和B 好 我们来看到 这个A和B以后呢 那么 实际上呢 我们让这个 Left PDR呢 实际上就是 A 它的 这么一个左边 对吧 A的左边呢 我们给它 挂接成为 哪一个 我们给它挂接成为 这个B的右边 你可以看 就这个 A的左边 我们把它挂接成为 B的右边 是这个语句 然后呢 A的平衡因子呢 是等于零的 这我们就直接 给它附上 然后呢 B 它的这个右边 挂成谁 B的右边 挂成 这个 A本身 就是在这里 B的右边 挂成A A是原来 我们这个 直跟节点 如果是 不是 三处导致的 这个旋转呢 这个B 它的这个平衡因子呢 就变成零 所以这个呢 是 这两句呢 是为了这个 删除而共用的 大家看算法时候 要注意 就是这两个 你看的 如果是光 对于插入来说 是比较奇怪 然后这个B节点呢 是作为 这个新的根 直接返回 那么我们可以 再回顾一下 你可以看到 那么这一段呢 大概就是 互相挂接 这些 结构 然后呢 这里有几个地方 是调整这个 平衡因子的 对吧 而且是 A和B 它的平衡因子 如果是光对 插入节点来说呢 它都是调整为 零 就返回 然后呢 就是 对于这么一个 RL型的 我们举的例子 那么对这个的话呢 我们首先 也是负值 ABC 我们可以看到 对它负值以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作为这个新的根呢 是这个C 然后 A和B呢 分别作为 它的这个 左右 指节点 对吧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 B和C的 这个负值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B的 左指节点 挂成这个 C的 右指节点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挂到 这个B 这个是B的 左指节点 挂成 原来那个C的 右指节点 然后呢 这个C的 右指节点呢 就是这个 变成了B 而且呢 这个 现在呢 就是 来看一下 对 你看这个 C的 左指节点呢 是变成了A 对吧 这是两次 这个挂接 当然这个顺序 有的时候 可能是 有一些关系的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它调整这个 平衡 因子的 这样的 一些部分 对吧 还有一个 没挂完 就是 A的 右指节点 A的 This is the right 在这里 这个A的 右指节点 要挂成 原来这个 C的 左指节点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要新挂的是 这两个 也就是说 C的 左边和右边 它要给它 分别的分给 A和B 而且是 分给A的 C的原来的左边 分给 A的右边 然后 C的原来的 右边呢 分给 B的 左边 然后还有一个 挂呢 就是说 这个C节点 它把自己的 左右都分完以后呢 它自己呢 它的左右 要分别挂成 A和B 然后就是 这个平衡因子的 这个调整 这个平衡因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是 BF 就是表示 A的 这个BF 然后还有B的 BF 我们先呢 都让它等于0 也就是说 它的缺损情况下 可能都是0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它是 新节点 是插在 这个 C节点的 左边 还是 插在 新节点的 这个 右边 那也就是说 看一下 这个 新节点 是插在 C节点的 这个 左边的话呢 那么 就会 使得 这个 B 它所挂接的 这个C节点的 右边部分呢 稍微矮一点 所以呢 B的BF呢 就变成1 否则呢 如果是 这个 C的BF 它是等于 1的情况 那么表示 这个 新节点呢 是插在 这个 C的 右边 插在C的右边呢 那么 就会导致 这个A 它的这个 右指节点 它是 继承了 C的左指节点 它就会 稍微矮一点 所以 这个A的 这个BF呢 是等于 -1的 最后呢 这个 新根的 BF呢 它是 等于 0的 我们把 这个C呢 作为新根 给它返回 好 这是 整个这个算法 那么 我们同学呢 可以再去 看一看 那 这个 ABL数 它的这个 删除呢 是 插入的 这个逆操作 从这个 删除的 这个E来说呢 它的本质上 是跟BST 类似 但是呢 在这个调整 平衡因子的时候呢 会要麻烦一点 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呢 我们就不做 要求了 而且绝大部分 数据结构的教材呢 其实都没有讨论 删除 这个算法 那么 对于这个 ABL数的删除呢 很多情况下 都是作为一个 课程的大作业 就是留给 计算机器的学生 来做这么一个 删除的这个实现 那在实现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 他会有很多bug 他没考虑到 那助教呢 就会知道 哪几个点 是测试点 当然我们班同学 还是不错的 就是在 第二道 那个穿线的 BST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同学 已经用到了 ABL数 它的操作和删除操作 而且做得不错 那我们这堂课呢 先到这 我们下堂课 接着讨论 ABL数的效率 还有是ABL数 它的非地龟的算法 有什么 这些东西 都要试试 是BST 一天 都要试试 这些东西 谢谢大家